欢迎收看2月19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柔佛新山一名已经十多年 没有和家里联系的华裔青年 因为借大耳聋不但连累家人 甚至祸及邻居 大耳聋在农历新年前上门闹事 丢汽油弹烧邻居的车 还恐吓会继续骚扰邻居 让欠债者的父母饱受街坊的压力 只能够痛心宣布和儿子脱离关系 希望大耳聋不要再来骚扰他的邻居 市主林道龙和陈秀莲 今天在公正党地步老区国会议员 潘伟斯特别助理李恩祥的陪同下召开 记者会讲述事情的经过 林道龙说 他们有两名儿子欠债的是长子林伟良 他十多年前就曾经欠大耳聋 他们夫妻已经为他解决几次的债务 自此后就不准他再回家 只知道儿子目前在新加坡卖鸡饭 林道龙说 当耳聋本月二号凌晨上门丢汽油弹 邻居起身上厕所时 发现车房有光 立即用灭火器扑灭火 之后发现一张纸条 发现欠债的是他们家才通知了他 陈秀莲说 他们一家在当地已经住了二十多年 但却因为儿子的事情和邻居闹得不愉快 让他们感到很抱歉 如今邻居三天两头都在问 是否已经解决 让他们饱受压力 事发之后 梁老伦留睡在客厅 每夜守到凌晨四五点 让他们的身体熬不住 家人和邻居都无法安心过年 林道龙说 儿子已经十多年没有和家里联络 如今切断亲属关系 梁老处大耳聋冤有头债有主 林伟良在外的一切债务和问题 都和他们无关 一名中年男子过去七年多次被扣留 结果他竟然趁着这一个期间 向前辈学习炼毒技术 离开监狱后 自理门户创建了一个人的炼毒所 从炼毒包装到贩毒 都由他一手包办 狂赚不易之财 但最终还是被警方逮捕 槟城副总警长拿督 穆罕默尔索夫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警方本月十七号逮捕这名四十八岁男子 搜出了超过十二万五千令吉的 十三点七公斤的海洛因和六百克冰毒 调查发现 嫌犯拥有三项毒品前科 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阳性 他自称在扣留所期间 向人学习炼毒技术 警方延扣他到本月七号 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调查此案 马六甲丹如米亚新村警局附近 一根电讯柱 因为不堪复合弯曲 另一根则受到牵连 连根拔起 怀疑是因为附近一带的房地产 发展蓬勃 电缆增加所导致 此事是今早六点半发生 基于小路狭窄 以致不能同时行驶两辆轿车 不过索性目前是学校假期 人流和车辆稀少 没有造成伤亡 在大年初四打伤母亲后 在闹自杀药引爆屋子的 华裔男子 今天在四项条文下被控 在亲友的劝告下 被告选择都不认罪 案件将于3月19号过堂 但由于此案属于严重罪案 再加上被告和被打的母亲 住在一起 因此法官拒绝让被告保释外出 45岁的被告傅立一 今天被带往乔治市 推市庭面对四项控撞 全程没有回避媒体镜头的他 居然还以福建画像 一旁的民众呛声 态度嚣张 被告是被控于本月13号晚上 在住家用藤条攻击母亲的身体和头部 触犯刑事法典持武器伤人条文 可以被判十年监禁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由于被打伤的是被告的至亲 一旦罪成 刑罚将会加倍 听完通议员念出控状后 被告转头询问亲友的意见 之后选择不认罪 在得知无法获得保释后 被告还企图以身体不适为由求情 但法官莫哈默卡利不予理会 表示被告在监狱扣留期间 监狱也可以提供再送到医院诊治的服务 另外被告也被控吸毒罪 他同样不认罪 换个焦点来跟进单亲妈妈贝拉遇害案 因为还需要等待解剖报告的出炉 巴珠巴侠推示停责定 案件将于3月11号再度过堂 死者的母亲特吉杰等20名亲友 今早在法庭外高举大自报 为死者申冤 当看见被告莫哈默海卡被押上警车时 更激动地上前拍打警车并咒骂被告 24岁的莫哈默海卡是被控于去年的12月14号晚上11点 到隔天的凌晨5点30分之间 谋杀32岁的贝拉 贝拉家人希望法庭能够加速审理 让此案能够尽快移交高厅审理 槟城阿易美拉河和居林河日前出现的黑水经过查证后并非来自双溪里五的养猪场 污染源头华谊是附近的养鸭厂 吉党环境局局长沙利法昨天发文告说 这两条河出现的黑水华谊是双溪里五养猪场的污水或废水排放造成河水污染 不过宾州各单位今天前往实地调查后发现并非如此 养猪场环境清洁且是采取封闭式 猪只居住在凉爽的空间里 河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养鸭厂 养鸭厂直接把污水排进排水沟流向附近的河流 宾州农业技术、粮食安全及合作社发展委员会主席法米在诺 促请外界不要草率做出判断 因为这涉及养猪场将会引起宾州和击打人民的敏感 财政部宣布在2016年传统与辅助医药法令下注册的业者 包括中医、保健中心和按摩中心等等 在今年3月1号后不被归类为应征税务 将被豁免8%的服务税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今天出席活动时也提醒 已经向顾客征收相关税务的业者 需要向政府上缴他们征收的服务税 丹斯里蔡玛有是我国著名企业家 同时也是艺术品收藏家 在众多珍贵的收藏品中 少不了和他远深情厚的龙字、龙画 正着这一个锐气十足的龙年 生效鼠龙的他带大家走进他犹如艺术馆级别的办公室 欣赏他的珍藏 可以说是渐渐意韵丰厚、气势浑厚 若要见识丹斯里蔡玛有的艺术收藏品 那就得到他经营的吉隆坡瑞吉酒店走一趟 他位于酒店顶楼的双层办公室 犹如一座艺术馆 满满都是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而在他办公桌右侧墙上的一幅墨宝 是1983年创业时 伯源长老增与他 寓意着锐气将带来环视此城的瑞吉酒店 他坦言 每次望见师父的墨宝就特别的踏实和安心 伯源长老曾经在1988年 2000年为他写了两幅龙字墨宝 伯源长老在2009年安详远记后 这两幅新年开笔之作对蔡玛有意义深远 他这些年收藏了伯源长老89幅单亲墨宝 并无私地捐出了手头上珍藏的84幅伯源作品 一座拍卖驻见效 适逢龙年 中国今年流行笼罩型的气球头饰 这股潮流如今也垂入我国 20岁的设计师邱萱萱接受中国报的访问时说 制作一个笼罩型的气球头饰 大约需要20个长条气球 最难制作的部分就是基底 需要将长条气球扭转多个部分 一旦有爆破就需要重新做起 刚开始 他制作这些新春造型的气球头饰 需要花上几个小时 但越做越熟练后 他目前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半就可以完成 来看国际新闻 受到沙尘和降雪天气影响 中国有超过4万名旅客滞留在甘肃省九泉市 当地政府开放学校体育馆等设施安置这些滞留的旅客 也有当地民众伸出援手将这些旅客带回家中休息 受到天气的影响 从甘肃前往新疆的多条高速公路 周六起采取临时管制 共关闭54个路段 导致大批司机和乘客滞留九泉市 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橙色预警 预计18号到22号 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将会出现剧烈降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周日指出 今年出现了最强寒潮天气 周日上午降至摄氏零下52.3度 刷新新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 尽管如此龙年的春节旅游潮不减 中国文旅部周日宣布 八天的春节假期 国内的旅游人次高达4亿7400万 共花费6327亿元的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4203亿令吉 都超过了疫情前 2019年同期的数据 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恩加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部落冲突 当地警方周一指出 已经确认至少64人死亡 大多是被枪杀 尸体遍布案发地点 路上和河边 可能是高地地区史上 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因为不满改革方案 西班牙农民在过去两周 展开的抗议行动持续进行 超过30台农业拖拉机18号抵达西班牙北部城市 洛格罗尼奥 农民工会代表更威胁 如果西班牙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将在2月底以农业拖拉机封锁首都马德里 配合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出了三款鞋子 其中在17号发布的金色运动鞋 在发布后的几个小时内就销售一空 这款名为永不投降高帮运动鞋的鞋子 售价399美元 也就是大约1900令吉 配合农历新年 法国巴黎街头日前举行了新春游行 人们穿上了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传统服装 再歌再舞 当然也少不了热闹的舞师表演 新闻的最后来感受这浓浓的春节气氛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